大学生如何选iPad 吃鸡看剧打游戏 偶尔学习做笔记 顺便画个画 还不敢问爹妈要钱买的 大学生贝贝们 咋选iPad呢 四点出发 第一条 选十寸以上的 尺寸小了是真后悔 还不如买个大屏手机呢 二 支持手写笔 不选支持笔的 那你还怎么装学习 可别草率了 爹妈看着呢 三处理器好一点 得用四年呢 不好点怎么经得起你造啊 所以别买太老的型号 四内层稍大一点 虽然可以接优盘什么的 但是听话买大的 别问吃鸡农药小笔记 B站贴吧爱奇艺 还有你的恋爱小秘籍 都要累称 所以综上所述 两千左右选他俩 三千左右这哥仨 四千左右这鸡没俩 五千以上那还筹个啥 往后的挑呀 表我给你们列好了 按照自己的情况来吧 这些参考原文是品冻好人知乎的那一篇 原文更详细 嗯? ナイス 字幕 李宗盛